不一定合群 既然老魏和慎明提给我这么一机会 我就把这事提一提 算一开头 颇转隐喻 因为明摆着我学话去 我也不搞这样 对不对 或者叫文革和产权 或者叫关于后文革和后毛泽东主义研究的建议 因为什么呢 反正文革是发生了 但是往下怎么走 这是整个社会的大问题 说这之前呢 我也得自我介绍一下 我没有吹捧的意义 我是63年入学 然后中间也经过市清了 下期一年 6月1号呢 66年 我正在那平道地 跟那社员下 搞市清 然后那个公文队长说 去赶紧把工作笔记收拾收拾交上去 你们先要接你们 接你们回去 12天开车 回去呢 吴德正在那讲话 说是带走北京社 从这开始 一直 到六五八年呢 先被 六十三军整 后来八安四条又整 一共呆了七八年 是陈贵德的姐姐跟那姐夫呢 低了点头 七二年就走了 我是没低头 一直是 顶了七八年 四人方可怜 主要罪名呢 是公鸡江青 说这个 说林彪说别人搞什么 这个 实际上自己搞成了 另外还说了 说老头子五九年 无人会议错 自己不承认 公军宣诺就跟我说 这个 像你们这种罪行 我们在外地找了枪店 八安四条 给我报北京社会三次 要给我戴帽子 大概北京市政策宽点 再加上当时 丁国瑜管文教 可能驻巴基斯坦大使 可能比较开运 所以我这帽子没戴上 我说的没有吹猛意识 就是说我 我怕我后子说的呢 人家 怕被说成是个梦毛之类的 这个 加倍超过三次 我妈爱得 因为得米尼尔 是综合政 所以我要说我是文革得意 是这个说不上 但是呢 就是说 当然了 就是说个人的悲剧呢 我觉得非常值得同情 而且多数人都有这种悲剧 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没有否认这一点 但是呢 就说 于尤任给蒋经国提的对楼呢 叫 既利 当即天下利 流明 当流万世明 所以呢 那个 从我个人来说 个人的恩怨 倒是次要 这个 我们不能跟习近平一样 习近平这种二百五 我给他基本评价 就是 家恨大于国仇 仇是仇化的仇 因为他爸还整了 所以就 都恨 然后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五子登科 带着老婆东方到处撒钱 坐什么黄金马车 完全就是封建这一套 那天上北大又说了 什么 学成文武艺 后一句没敢说出来 霍与帝王家 这都什么时代的话了 对不对 他脑子也满 满脑子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这种二百五 当中国领导人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 李克强也是 李克强拍马屁上去 他弄一床单写什么 小平你好 然后邓小平在天文城楼上说 这就查一查谁弄的 这就当总理了 都是这种人 这是有据可查吗 有据可查 对 就是他当学生会主席 他等于策划的这 拿一床单写了什么 就这么回事 小平你好 对 就这么回事 你都是这种拍马屁上去的 李克强上次去北大 那卫明湖都去摸鱼去 原来摸鱼就摸过一次 剩下没有说到卫明湖里去什么 去 拿一车 拿一车特工食品 柴雷 都是这 这个我就不多说 就是说 这个 我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像我们大概都学过 社会发展史 这个说原始公社呢 到奴隶社会 就从生产率低下的公有制 到这阶级社会 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生产发展了 是有剩余产品 所以公社的头人呢 就那部落的头人呢 由于有私心杂念 所以他就多吃多债 这样呢 就分成阶级了 到现在 它也是这么解释了 这种解释 跟那个气功师 什么隔墙一物 有没有太大区别呢 我没有去 他就是说 他脑子里啊 想的 没想正确 用毛泽东文化大安命理论讲呢 就是公社的头人呢 没有狠斗 没有斗思批修 没有狠斗思思想念 所以他就多吃多债 这就是毛泽东理论 我说为什么 就是说我建议说 我们研究厚毛泽东主义呢 就毛泽东这个理论 根本就不彻底 而且呢 国安大命所谓失败 也失败在这儿 他就想用意识形态 来改变社会关系 这根本是反 就是反什么 是这样 然后我们跳到现在 说苏联人家也没打进去 自己就垮了 为什么 中国共产党这么多贪官 为什么 就是说从制度上改 怎么改 对不对 为什么一个公有制 就像那个 当然我类比 我为什么说那个原始公社 现在名义上也是公有制 为什么就突然 等于说都变成资本家了 或者官方买一般资本 怎么变 这个问题实际上 就现在整个社会来讲 没有明确的回答 没有明确回答 所以这事儿你说清贪官 你也清不彻底 为什么 习近平自己在杭州也搞破写 按照中纪委说他也通奸 对不对 那叫什么孟雪 王岐山在北京有一个银行 还是有一个基金会 有一个董事是六岁 该不该清 清不着 这都是狗咬狗 骗老百姓的 北京商业银行 对 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但实际上 我挨整的时候 那我二十四要是监事 就上厕所不看着 那边一堆书 我国内禁闭的地方 正好是北大五院 北大知道 党委办公室二桌 每次穿大名袄 有点参考消息 就死一回来 老魏知道 就说你这个 没人跟人交流 你跟我说的 对啊 这是蹲监狱 或者被隔离最苦闷 老魏说蹲一个月 这小号回来话都不会说 是 这个 所以呢 有一本 右派言论集 我就揣怀里回来看 这怎么说的呢 说这个 生产资料三要素 生产资料归谁 所有 由此决定 产品怎么分配 以及 这个 个人 每个人 在这个生产里的地位 他说这个 到现在 已经不全面了 他没说过时 生产资料所有权 应该明确的 分为所有权和支配权 而且他说 在社会主义公有条件下 任何人 任何人 想用 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 非分占有 全体人民的劳动成果 既应被宣布为 人民的敌人 这57年右派说 而且他说 他有第六种社会制度的构想 我们可以看一看 我们不说原始公社 那就是个银子 苏联怎么 怎么 垮了 中国怎么垮 要按习近平说 竟无一个是男儿 你有男儿就不垮吗 你看看这些走私派 变成这个贪污犯 无一不是 用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 以权谋私 最后变成自己练成资本家 就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 他这个共产党这个制度 要改的话 就应该改这产权所有制 不能少数人操纵 特别是产品资料的 或者生产资料的支配权 不能控制在少数人手里 让大家伙都能够 就说有份 这样他就没有贪污了 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啊 而且这事呢 也不是我 我们现在方面 人家北大五七年的右派 就已经明确指出了 谁要是利用这个 非分占有 全体人民劳动成果 既应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所以现在共产党 我可以说 这个四举以上的 都是人民的敌人 没个好东西 因为他们就是用自己手里 对生产资料支配权 非分占有 整个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 这一点是毛东 所没错的 所以文文大革命他也失败了 他就是想让人说 改变一下观念 斗瓷皮丘就我说呢 这个 就是说原始公社社会 部落头人 要斗瓷皮丘 这样他就不贪污了 他就不多吃多占了 这完全是唯心主义 对不对 还有呢 就是说朱小明 您别介意 我还是想提提一些 所谓阶级斗争的事 这个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 批判导演里讲过 他说阶级斗争啊 并不是我的发明创作 在我之前 资产基学者 已经指明了 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 我的贡献仅仅在于 指明了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 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如果我们反对共产党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是对的 但是如果说反对共产党 说共产党骨质阶级斗争 这个呢就有点 无敌放施了 因为什么呢 他这个基因斗争现象的揭示 并不是共产党先提出来 是资产基学者先提出来 为这个论调最早是从台湾来 为什么呢 因为说什么 老蒋也没少搞基因斗争 说十年那个 从二十七年吧 这十年黄金时代 二十七年就 您敢错杀一个 我不放过 您敢错杀以前不放过 这里不是说光杀共产党 你看那个史料上 杀了好多国民党也给杀了 苏区呢 说是石头要过刀 人要换种 这不是基因作争吗 对不对 一直到后来这个扎子洞 白宫馆我们就不多说了 所以这牙子武装叛乱 是 而且那个到台湾一直是戒严法 戒严法那个匪谍 对不对 都从来没有放弃基因斗争 但为什么说这论调呢 因为他是被共产党 因为基因斗争打垮了 所以呢 他就说共产党搞基因斗争 邓小平呢 实际上就是学国民党 为什么呢 现在再搞基因 再说基因斗争 就是六四了 对不对 就一下救过他儿子什么都揪出来 所以邓小平同样说不争论 不争论就是什么呢 你别揪我们儿子 什么胡多平之类的都别揪 就是说不争论 实际上就是说现在在搞基因斗争的话 实际上就搞到他们的 所以他就不让你搞 对不对 是这 所以我们反对无产阶级专长 是觉得正确 但是说现在说不搞基因斗争 那正好等于说符合人家 这个现在的官僚买贩资产阶级 这个 他们的那个政治 政治意向 那个 没想到说吗 没想到说吗 挺好 这跟昨天的话题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我只提一头 就是说供带来参考 我没说非得怎么样 所以我只说建议 大家要不同意 大家要不同意 大家要不同意也可以 我没说都得听我的 你一直指责周小明 没有指责 我跟他没有怎么办 我说是独争计专重 基因斗争的不是共产党提的 我实施成经这些事 没问题 咱们有提放师的 你运气很好 因为任松林刚好在DC 本来说要来的 你在这骂国民党 能说你马上要把这个房子 楼房给穿掉了 房子给穿掉了 他的无知也给我翻脸 我认识时间太长了 秦斗争给你补充一个观点 您说支持你的 你的主题不是这个 产权 实际上就是私有制 不是不完全是私有制 对产权的最重要是私有制的 第一重要的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我的就是我的 不是共产党的 不是说来一帮流氓 说这属于就是他的了 对不对 是你的 你得有个说道啊 通过一个合法的途径 把它转移到你屏下 这个叫产权的转移吧 对不对 是我的就是我的 这是属于物质 共产党呢 为了发动仇恨 把这个所谓生产资料的公有化 说的是骗了很多知识分子 实际上共产党做的绝对不一定 实际是他们的私有化 公有化 公有化的名义 变成共产党这一批党棍的私有化 党有化 那个是后遇过 我现在说的还不及其他点 共产党对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 这个过程是一直这么说的 这个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合理性 因为它有个前提 生产说你用这个可以赚钱啊 赚钱就是不缺啊 这不对啊 它保定那儿去 可是实际上我们回头去看 共产党做的和不仅仅是 没收的不仅仅是生产资料 现在国内非常草温非常热 就是那个温州的这个 房产 房产这个土地到期之后 二十年到期了 那个下一步交多少钱 那么就出了个百分之三十嘛 那老二千一下 全国老百家就打锅了 就重新讨论这个土地 到底土地谁的 这也是挖共产党的命根子 共产党解释不了这个土地 这共产党就是骗的 它无非就是让你长期交房租 你买房就是长期交房租 现在就有学者提出来了 说这个土地属于国家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源头 有什么根据啊 追来追去 是追到1982年的宪法 这个宪法也经过讨论 82年的宪法 就光刚加了一句 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这个没有任何根据的 因为这个产权的转移啊 这个土地 因为在中国像北京 上海城市 农村更不多了 很多土地不是生产资料 是宅基地 是祖传的宅基地 所以那个段子不就出来了吗 说大清来的时候 土地是我的 日本人来的土地还是我了 你还是我的 怎么你来了 这土地成了你了呢 共产吧 共产 但是他一开始五十年代 老毛搞所谓生产资料的 就是讲 比如说胡迪涛的爹 开了一个茶叶店 这个茶叶店赚钱了 房子也是他的 店铺都是他的 他是一个谋生的一个办法 咱们在美国都知道嘛 稀里糊涂的就是 OK 你别干了 茶叶咱改成公司合营了 过渡嘛 过渡这几年就成了茶叶店 根本就不属于胡迪涛他们家的了嘛 最后还把他爹打 找个理由给你 反革命就给你 反正给你弄个坏成分呗 这就是共产党整个掠夺的过程 就是说 他掠夺的 不仅仅是生活的 顺便把老胡家的栽地地 他自己住的那块地 也是国家的 这个地 这个是怎么变的 法律上根本说不清楚 八二年宪法对这个事情 没有任何交代 也没有一个 因为法律的变成有一个上下文啊 共产党的八二年宪法 光积就是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我诚意 你知道什么叫无产级专政吗 这个我知道 列宁有定义 列宁有定义 列宁的定义说 是无产级专政 是不依赖任何法律条文的暴力 你得知道这个 你就知道什么叫无产级专政 我现在是讲回到一个最著名的问题 就是所谓中国古人 就所谓这个世 讲究一个气节 讲究一个国气 这在老祖宗2000多年历史吧 儒家教他的积极点就说 一个人要做正事要有气节 这个为什么能有气节啊 你现在为什么到了共产党之后 所有的读书都没有气节了 都可以敲断几两组了 就是因为家里还有这个 那个时候的公司就是三斗米吧 不为三斗米只要五斗米 为什么不为呢 因为我家里有五斗米 我家里还有地呢 我祖传还要几十五地呢 你这俸禄你给我 没关系 给我当然好啊 你不给我回家 我家里有粮食 还有仓官回顾礼啊 他莫不死 到了共产党之后 这个条件已经没有了 你知识分子 你北大教授 对不对啊 你不老实 那对不起啊 你不给你发粮片了 这就是产权 你的产权都被剥夺了 你的私有产权 全部都被剥夺了 实际上这个自由 什么叫自由 我有不要无兜 不为无兜你这样的自由 我愿保持我的气节 我就不敬你的 怎么说 这是比如我家里有粮食 你说这些 你说这些 你说这些我猜去 孟子说过 他说有恒产 则有恒心 无恒产则无恒心 那个就是理论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 为士为能 这士就是说 是大夫或者是知识分子 为什么他还能 无恒产而有恒心呢 实际他后头啊 那个陶渊明啊 不为无动你折礁 他回家还有饭吃 所以呢 都不止别 你看陶渊那 一把你粮票断了 对吧 你给粮票你在北京你吃什么呢 你粮食你卖不着了 对不对 房子给你没收了 你住大厅去吧 你看陶渊你自己的东西 你就知道 人家就是一小地主 都不能干活 然后悠然南山下 然后吃的饱 赫子足还有九个 这里要我再插一句 我们同学的姐姐啊 那叫金日成 住朝鲜记者 新华社住朝鲜记者 他说朝鲜怎么情况 这个 你如果说有问题了 不管什么问题 是吧 一个停职 第二 你们家朝鲜吃大米 全家大米都被扣了 没收 是这样 朝鲜留学生说呢 就随便跟中国行人聊天吧 说说你们家几个人 有兄弟姐妹妹 说你们常见面 他说不常见面 为什么 他说你要比如说 假如我们中国说 他住北京 他姐姐住天津 你想到天津看你姐姐 先得跟北京市公安局申请 公安局审查完你 没问题 才给你发函到天津 天津再把你姐姐 再审查一通 最后呢 才给你路条 路条是有限制的 哪天去哪天必须回 闻哥说也这样 双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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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兵 再听别的就是 不能够短播 你做过美国之音的我看了 就偷听离台 不能够短播 中国也是 我们在老改队啊 那帮老干部不是看着我吗 他们退休了 过去都是常常政委 然后主持人认为他们可靠 不被我给吃话来看着我 然后呢 谁想跟我关系反而更好 因为他们其实对新旧社会 了解太多了 然后那些头儿们 一会儿台国也哪儿都出国 他们说 你们那妈的 现在有钱出国 我们老干部怎么办 我说给他们安排一次出国旅游 到哪儿啊 没超鲜 回来 我说还没到时间 你们不是一个月吗 怎么这么快回来 没意思 还不如咱们文革呢 得买豆腐都要票 然后就说了这收音机的事啊 说我也 他说我临走的时候 他服务员对我挺好 你问服务员 说给人个什么礼物啊 他问你想要什么吧 那服务员就试试看那个口袋 十块钱一个那种小的 但是有短波的收音机 这个是最贵重的礼物 你要能给我这个最好 他就说我们朝鲜的收音机 哪怕是国外进口的 都要进过工厂 重新弄一遍 弄得你没有短波了 但是他们都想听一听 短波里头有什么消息 所以你跟共产党搞这个信息封锁 那是从来都这样的 他们很懂得这个信息传播有多重要 我师父能打脚下 征求一下大家意见 就说吧 他没吃完 他没说完 接鸡斗争 不是说了接鸡斗争了 他打得了 我就是说这个 归纳一下 实际上你讲到自由 讲到自由 如果不讲财产权 对私有志 那我说就是这件事 对 这个话题很重要 对 所以我们说 攻击共产党的制度什么 我说最根本的 就共产党垄断这个 生产权的所有权 跟支配权 我上次回国 说我弟那儿看电视 我说你们这电视 往哪个电视台交钱呢 美国人 他说 犧牲区党委宣传部 所以现在的共产党 就是已经国民党化了 比国民党很 是啊 就是说 国民党的这党 只能老被攻击 现在呢 这个共产党呢 就是千百计弄自己党产 就是这样 他都不叫党产 国库都是他的 对没说 这个人 他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呢 是共产主义 他的一个前提是 但是刚才老齐说的这点很重要 就是 产权和支配权 他说 这个产权是全民所有 实际上 当然也是 没有个人拥有这些财产 就是整个 当然后来赵子洋 给改成国有制了 本来是全民所有的 变成国有了 国就是他们家的 就是他们家的 但是呢 这里头牵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什么 谁来支配 支配权 共产党自己拿着支配权 他们就成了新的资产阶级 我再插一句 苏联垮台就垮在这 因为你这个生产资料 支配权就在手术 这官僚资产阶级手里头 所以广大老百姓 对你什么 他已经不闻不问了 因为他没有任何利益可什么 所以你垮的时候 没有人同情 中国共产党将来垮也是同样 我去纠正一下 刚才不是说了吗 他自己宣传说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 集体化 实际上不局限于生产资料 按照他本来的定义 宅基地 组团的宅基地 不算生产资料 我自己住啊 你美国也有一个免税的吧 房地产要交税 但是有一个交的很少 我自己住的那个 中国的宅基地 这个国内的学者 这几天已经理清了 宅基地不算生产资料啊 怎么算他都不算 你随便你哪国法律 哪 都没有说我自己住的这块东西 算生产资料 我自己有活着嘛 共产党嘛 这个也多责了 这就是为什么 郑顿财监户 那个上访的特狠的 就是说 我祖传的呀 我家有80多年了 你共产党没来之前 这是我家的 怎么就成你的了 人家宣布是他的 对啊 这我插一句 实际上呢 共产党先让 我家宣布 我家宣布 是 我家宣布 是 是 我家宣布 是 是 我家宣布 我家宣布